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Action在拍摄 登记口其实我已经到了 但是来的有点早 现在是晚上12点整 我的飞机是1点45分 可能是因为时间比较晚 很多免税店都已经关门了 我现在去逛一逛免税店 看看还能买到些什么东西 OK 我现在终于已经入境 拉斯维加斯 刚才我们过了两道墙 一个是刚刚下了飞机还没取行李 然后就要过一个墙 第一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其实还是比较快的 他就是问了我们一下 好像都没有问 反正很简单就过了 然后给了我们六个月的停留时间 我们之前在飞机上就填了一个报 报官表吧 那个表 然后呢 那个上面会写 你是否携带超过一万美金 如果要携带超过一万美金的话 你就会去一个 反正就是海关检查的地方 我们在那个地方等了很久很久 真的 我感觉的有两个小时 我看到了很多孕妇 因为在这边生孩子 基本上都会带超过一万美金以上 一共有三个窗口 真的有几个人是态度很不好的 因为我之前也听说了 你来这生孩子 海关在开箱检查你东西的时候 可能会态度不好 可能会特别的凶 比较幸运的是 我们就排到了一个态度很好的 还和我们聊了一下 虽然他知道我们英文不好 但是呢 他也用比较简单的英语 和我们交流 反正整体很顺利 没有开我们的箱 没有检查我们的东西 最终就让我们过去了 全程我们只用了大概 十分钟的养力 不到十分钟 而有一些人就很久 用了半个小时 一直在检查他的东西 一直在和他交流 这个我要觉得也是完全看个人的了 我们现在要去打车 不太了解这边打车 是不是需要给零钱 我们身上只有整钱 只有一百美金的 然后 应该是要给小费的吧 我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OK 我现在到酒店了 我们定的是川普酒店 刚才打车过来的 打车那个表上面是三十一块钱 但是我们给了他一百 给他一百 三十一块多 我们给了他一百 一百Dollar 他找了我们五十以后 就直接说 15th OK 意思是剩下的都是小费 我也没有多说 那剩下的十几 就当小费给他吧 OK 现在已经到酒店了 给大家看看 这是浴室 现在美国时间已经是两点十五分了 凌晨的两点十五分 然后我发现我在淘宝上买的那个AT&T的美国卡 放到手机里面 虽然可以用 但是不能分享热点 我一点那个分享热点的时候 他就会提示让我去打开个网站 或者是怎么怎么着 反正分享不了热点 这就导致我买的那个小米的那个翻译机啊 没法用 因为我买的小米翻译机是需要联网的 我这没法分享热点 白虾 我只能用手机上的这个谷歌翻译了 因为现在在北京时间的话是下午五点钟 其实我们中午饭都没有吃 刚刚在飞机上面 我们快到的时候发了一个早餐 他说是早餐 哪儿的早餐啊 我搞不清楚 美国已经是晚上了 北京 北京时间也不是 也不是早上啊 也是中午啊 但是我几乎没有吃 特别难吃 我做的是还好 OK 我们现在要出去找点吃的 拉斯维加斯 现在这个月份晚上 这个温度比我想象中要冷得多呀 这家店不行啊 车开的真的超级的快 我们现在路边走 这边的车开的超快 还有这边 好像都是一些色情表演 我不太清楚这些白天开不开啊 但是晚上这些 这个灯光做的这些效果还是挺 挺有意思的 凌晨三点钟的泰国餐厅 一个人都没有了 在我们之前还有浴桌 也已经早了 现在北京时间是晚上六点 算是吃晚饭吧 其实我昨天晚上五点才睡 然后我在睡觉前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那就是今天我决定去跳伞 马上就要去了 大概十一点我就要去跳伞 然后我现在先出来吃点早餐 然后我住的是这个川普 大家看到了吗 身后这个川普酒店 在他旁边就有一个这个 时尚广场 叫Fashion Show 这么一个一个购物中心 我们打算去逛一下 这旁边好像有一个 这应该是漫威的什么东西吧 我们打算过去逛一下 上午十点才开门 我们现在呢要去跳伞的路上 然后这个司机老师 他竟然不知道这个地方 然后用这个谷歌导航 给他导航了半天 这个谷歌导航说的还是中文 然后很尴尬 我只能用我这个蹩脚的英语 给他指路 还好他现在明白了 而且知道我们现在要是去跳伞 OK 很崩溃 我们刚才打车打了80明镜 几乎让我崩溃 真的 然后我主要进去 看样子这个地方 好像还没有做 我还要在这儿先填一个很复杂的资料 要填我的重量 然后出生日期 然后现在还要填住址 刚才在里面签了一堆的东西 然后类似于各种安全须知等等等等 当时我是在大众点评上面预定的 大众点评上面说 最好是选自9点之前 因为9点之前可能天气情况会比较好 啊 我又回来了 然后我准备去逛一下这个 复仇者 不是复仇者 漫威的主题 不知道什么主题店吧 我们去看一下 都是一些漫威的纪念品 这好像是能拍一个合成的照片 这个只是一个纪念品的购物商店 好像在上面还有一个 就是更加高端 可以看钢铁侠好几个占亏的 这么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展 那个好像是要收费的 大概200多块钱人民币 我就不上去看了 没有太大的兴趣 我们来逛逛这一家店 有很多很多鞋 发现了一家苹果店 不太清楚拉斯维加斯有几家苹果店 正好逛着逛着就碰到了一家苹果店 好困啊 我感觉我现在已经有时差反应 可能吃完要回去睡一会儿 第二天 又来到这儿了 现在是快八点了 我定的是八点 很多人和我一起过来的 他们正在里面签生死状 然后我昨天已经签完了 就不用再签了 今天天气还不错 应该可以飞吧 我相信没有问题 今天风比昨天小很多 起码现在要小很多 祝我好运 祝我就是在一起 Stephanie 给我们什么交界 我认ид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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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好的 赶紧收手吧 因为毕竟不是专门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